人到底有没有这个丑失来失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静下心来研究 研究去思考 光是我们的我们的能力去研究 我觉得有点难 但是现在已经有太多太多 这个科学家 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很多的这个人 他们去研究的这些数据 有已经有了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去思考 可以去思考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一定要到明白 要确定人有来世就有来世 没有来世就没有来世 这个一定要确定 这个不能模糊 这个模糊了以后 我们就是没办法走下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到底这个山有没有山宝 恶有没有恶宝 有或者没有 这个必须要确定 这个不能模糊 这个一定要确定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学习 佛教的这个人生观 世界观 这样子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些佛教的更深入的东西 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呢 我们刚才讲的人有没有来世 山额有没有这个国宝 这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也是息息相关 跟我们的这个心腹干 我们的心腹干 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为人出食 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这个论理道德 这个这个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呢 这些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 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关系 跟我们的家庭有关系 跟这个社会也有关系的 这些观念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到底有和没有 这个必须要 必须要 必须要这个 确定 我们先不说这个是一定有 也不说一定没有 首先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思维的方式 思维的方式 然后思考的方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信息 然后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些 这些 这些思维的方式 或者是通过这些 通过这些数据 然后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思考 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 要建立一个某一个关联的话 这个外人是没有办法帮助的 只能给你提供一些 这个推力的一些方法 还有就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推力 用到推力的时候 可以用的一些数据 数据可以提供给你 然后最终 你认为这个有还是没有 这个我们 佛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了 佛也不会 你一定去想 这是对的 你一定去想 这是错的 佛也不会这样子 说了我们也不一定这么去想 所以这个是谁也绑不了的 谁也绑不了的 教育 可以洗脑 但是这些都是短暂临时的 洗脑 可以洗脑的 但是这个洗脑 实际上 是临时的 是临时的 没有一个是永恒的 可以洗脑的 这个不成功的 所有的这个洗脑的成功 都是一个短时期之内 也许很多人这么讲了 也许我也接受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静下心来一思考的话 就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每一个 因为人 他就是有这个 有点 我自己可以去 找很多的数据 找很多的理由 然后我通过这个方式去推力 推力了以后呢 然后我可以怀疑这个 就是之前 就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 一辈子或者半辈子 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洗脑 我立即就可以否定 否定掉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要让大家去 要这么去想 不要这么去想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的 就只能给大家一个 这个思考的方法 思维的方法 然后呢 大家去思考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讲了 佛教也讲 闻死修 闻 我们先去听 听完了以后呢 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学到了一些 思考的方式 思维的方式 然后呢 我们也就 遭到了一些 推力的时候 可以用的一些 数据或者是争取 然后通过这个争取 通过这个数据 然后最后去推力 那么结论 接受还是不接受 还是自己决定 决定 外人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外人没有办法决定 比如说我们儿子的官殿 父亲没办法决定的 然后呢 父母的观点 儿女 他也没办法决定的 没有办法决定的 真正的意义上 是没有办法决定 当然了 父母的这个影响 就是 儿女受到父母的影响 就是在 在某种程度上 接受了某一些 这个观念 这个当然是有了 但是这个观念 真正的要编成 他自己的这个观点 观点和他的见解 见解 这样子的话 必须要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思考 外人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给你 这个指定某一个观点和什么 没办法给我们简离什么 就要自己去简离 感谢观看